我要介紹的是袁廣民的作品 《語言》 袁廣民特別使用IKEA的家具 是為了要讓那些來參觀的人 覺得很幸福 很想買回去 因為真的很漂亮 沒想到完全跟我想的不一樣 因為桌子突然發出 啪一聲 我嚇了一大跳 後來我問了小雨老師 才發現原來桌子底下裝了一個開關 而且沒有固定時間 就會有剛剛那一聲 啪 我聽了就很害怕 立刻把耳朵塞起來 怕桌子再次響起那難忘的聲音 好不容易回到一樓 我才放下心裡的大石頭 這次的B1之旅 真的太夠的了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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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